近年55岁的香港艺人周海妹 可以说从很多年前就已经将工作的重心放在了内地市场上 在内地不少影视作品中也都是可以看到周海妹的身影 周海妹不单单是将工作的重心转移到了内地 就连生活也是选择定居在北京 不知不觉间周海妹在北京也已经是定居了有20年的时间了 日前周海妹就要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 便大谈起在北京定居20年的感受 而之所以当年的周海妹会选择定居在北京 还是因为2002年冬天北京的雪景 当时周海妹是在北京拍剧正至冬天下起了大雪 也正是因为这一幕深深的吸引到了周海妹 更令得她决定留在北京工作和生活 在那个时候周海妹做的这个决定 其实一开始家人以及身边的朋友是不太支持的 但周海妹最后还是坚持自己的想法 选择在北京定居到至今 转眼间周海妹在北京生活已经有这么多年的时间了 北京的大街小巷 周海妹现实也可以说是很熟悉的了 这也是见证了在这么多年来北京的一步步发展 而生活在北京的周海妹的生活 同样也是相当滋润 出了名爱犬人士的她 现实家中还养有五只狗狗 与狗狗们一起住在北京的万尺别墅中 在过往周海妹也是时不时拍摄一些短片 来纪念于家中爱犬的日常 从周海妹分享出来的这些短片中 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周海妹豪宅的内饰 可以看到豪宅内的装饰是采用欧洲式风格 在室外还是有一个大花园 在闲暇时刻还能与狗狗出门散步 同时在周海妹的豪宅内 狗狗们的地位也是相当高的 周海妹又为爱犬们安排了一间 足足有200尺的房间够狗狗们居住 并且还设有专门属于狗狗们的浴室 周海妹平时会在狗狗的浴缸中为他们洗澡 狗狗们的生活可以说是相当鲜意 说是狗身赢家也是完全不过分的 而现年55岁的周海妹一直没有结婚 但其实周海妹并没有对此感到着急 相反她则是很享受单身的生活 自由自在生活安逸 所以对于婚姻她不会去刻意追求 也不愿受世俗婚姻的束缚 不过外界一直向周海妹催婚的声音 可以说是一直就没有听过 早前还更是有网友感叹 周海妹没有结婚也没有生孩子 是十分可惜的事情 对方留言道 你这么好的影子 不留给后代多遗憾呀美女 不过对此周海妹则是霸气访击 她称我家没有王位要继承 不得不说周海妹的这番回应 还真是非常霸气呀 确实说实话虽然周海妹没有结婚生子 但是她现实的生活能说是非常多人所向往的 并不是每个人都需要走结婚生子的这条路 大家都有权利去选择想要过的生活 现实有爱犬相伴的周海妹 行时打理下花园溜溜溜狗 下厨炮制美食 过着自己喜欢的生活 这何尝不是一种享受呢 周海妹真敢打扮 一身红花衣还扎双马尾 这颜值太给力了 如果想要简单一些 还是选择黑色作为 底色的花裙比较好 而且黑色能够展现出成熟霸气的芬芳 周海妹的这件裙子 有着斗篷裙的样式设计 加上长到拖地的裙摆 营造出走路带风的气场饭 点缀上红色粉色的爱心图案 时髦又尊贵 这件小黑裙就更加华丽了 那半身是黑色树枝图案 与白色半透薄纱的拼接样式 在打光之下 看上去似乎只有延伸的树枝状点缀 增添了性感撩人的韵味 但是又并不会真的那么暴露 宽大的裙摆和黑色的网纱 让周海妹在这基础上美得如同女神 1966年12月6日 周海妹出生于中国香港一个普通家庭 周海妹祖籍东北满足乡白旗 因为这个原因 周海妹小的时候 性格也是充满了东北人的作风 一言不合就和小朋友们打架 保护姐姐和两个弟弟 不仅如此 年纪小的周海妹 还承担起保护妈妈的重担 在她七八岁的时候 有一次父亲外出工作 他们的邻居趁机欺负母亲 周海妹在家里听到之后 跑出来喊道 不要认为我爸爸不在家 就想欺负我妈妈 有我在 不会让你欺负妈妈的 值得一提的是 周海妹从小就近视 到了小学毕业的时候 她的近视已经到了800度 后来更是长到了1200度 所以从上去开始 周海妹就要戴眼镜 以至于她从来不认为自己长得漂亮 感觉戴上眼镜的自己 就像是一个青蛙一样 直到她17岁的时候 父母给她买了隐形眼镜之后 她这才发现摘掉眼镜的她 原来长得这么漂亮 发现自己长得其实还不错的周海妹 从此就开始告别了短发时代 有意识地留起了长发 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 身材的发育 她也出落得更加美丽动人 看着女儿这么漂亮 周海妹的爸爸 也想让更多的人知道自己女儿的美丽 于是在1985年中 周海妹19岁的时候就瞒着她 帮她报名了当年的港姐比赛 当然除了这一点外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 那就是周海妹虽然长得漂亮 但性格从小就比较狂野 而TVB的港姐 选美有免费的礼仪培训 综合这两个原因 周海妹的父亲就帮她报名了 当TVB港姐比赛组委会 把电话打给周海妹 恭喜她进入了港姐前30名的时候 周海妹一脸懵 还以为是诈拼电话 当她把这个事情说给父母听的时候 才知道是父亲瞒着她报了名 于是在父亲的威逼的幼稚下 19岁的周海妹抱着我玩的心态 参加了当年的港姐比赛 虽然周海妹是抱着我玩的心态 但是当她出现在电视上的时候 男人们都沸腾了 用媒体的话来形容就是 让整个香港的男人倾倒 长得漂亮 但是性格却大大咧咧 甚至狂野的周海妹 虽然让整个香港的男人都为之倾倒 但是她的一些行为 也让很多人不喜欢 比如在港节比赛的问答环节 评委问她 有人说过你像混血儿吗 周海妹说没有 又有评委问她 你喜不喜欢看电视 周海妹说不喜欢 接下来问答环节还没有结束 她就转身要走 旁边的其他选手健壮 赶紧把周海妹推回去 好不容易打完了 周海妹才调皮的吐了一下舌头 正是因为周海妹的这一系列行为 使得评委们一致认为她虽然长得好看 但是礼仪培训不过关 所以最终周海妹连前十都没有进 没有进入前十 周海妹确实很开心 还对着其余选手说道 哎呀终于是没有束缚了 不用天天去练习这个练习那个了 但是周海妹显然不知道 她这张脸的杀伤力有多大 虽然她自己对于当明星没有任何兴趣 但是一些演艺公司早就盯上她了 就这样周海妹先是进入了TVB 第一期无限议员禁修班学习 结果学习了没有两天 就有位导演找到她演电影 出宰出根 并且上来就是女一号 和她搭档的男演员是黎明 TVB一看周海妹如此抢手 决定提前和周海妹签约 周海妹的母亲却不是很愿意 自己的女儿进入演艺圈 因为她觉得演艺圈很危险 并且还充满了不确定性 不过周海妹的父亲 却很支持女儿进入演艺圈 不仅如此 还亲自陪着女儿一起去签约 对此周海妹也只能安慰母亲 如果两年之内 演不到电视剧女主角的话 就回去继续读书 谁知道周海妹和TVB签约不久之后 就被安排参加了电视剧 杨家将 这部剧汇聚了周润发 刘德华 梁朝伟等等 一批当时顶尖的当后明星 周海妹在剧中饰演的是 有些害羞的杨九妹 正直青春年少的周海妹 把杨九妹那种羞羞答答的性格 饰演的很是到位 可能也是这种娇羞的表情 使得一位早早就入行的前辈 看上了周海妹 周海妹也因此献上了自己的初恋 也是1985年 才出演了一部电视剧的周海妹 就开始在电视剧《小岛风云》中 饰演《女二号》 这部剧的男主角 则是凭借着《上海棠》和《雪上飞虎》 收获无数粉丝的 吕良伟 两人第一次见面 30岁的吕良伟 就被年仅19岁的周海妹 给迷得神魂颠倒 吕良伟根本不在意 两人之间 11岁的年龄差 直接就对周海妹发起了猛攻 不仅送鲜花请吃饭 还直接跑到周海妹家里 包了脏活累活 此时周海妹 和吕良伟的名气地位差别都很大 所以当刚刚步入演艺圈的周海妹 看到沉迷许久的吕良伟 对自己如此的显殷 她哪里还矜持的下去 没过多久就沦陷了 好了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 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